好啦 我們做一點簡單 很簡單的題目 但是呢 觀念是重要的 因為未來會拿出來用 請問你 右圖啊 那個甲會這樣子轉 所以表示甲是哪一級 好啦 剛才講過啦 磁場方向就是N級的受力方向 就是N級的指示方向 這個磁場方向向右代表什麼意思 N級會受力向右嘛 N級會指示向右邊嘛 那個甲向左邊轉 所以甲會是哪一級 S級 磁場方向就是N級受力方向就是N級指示方向 所以圖示呢 乙會指向 磁場方向 乙就是N級 那甲就是 S級 沒有磁單級 OK 好 這個要考什麼 第一個小級要考 誰代表 磁場磁力的強弱大小 那我們說用看誰表達大小 疏密程度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A跟C 誰比較密 誰比較酥呢 A比較密 所以A的比較大 A 磁力線的疏密程度代表磁場磁力的大小 A比較密集 所以A的磁力比較大 所以答案就選A 下一題 下一題請問你 逼諸依誰是 像這樣的磁場方向 平平的 這最後一個小問題 磁力線的接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你要看誰的切線是平的 好 這一題而言 答案就出來了 因為只有一個是平的 可是 如果他有兩條是平的 你就要知道說 N應該向右還是 向左 你怎麼知道向右向左 磁力 磁力線的方向 外面從N到S 裡面從S到N 圖上有表明誰是N 誰是S 你就知道這個方向在向右還是 朝左 剛才已經有講答案了 這題 答案就是誰 B 不用管方向 只要看切線就知道答案是B 因為只有B的切線是 平的 那其他的E跟豬都不是平的 就一定不會是答案 可是如果有兩條平的 你就要看說他到底向右還是 是 向左 然後才做正確的判斷 那要記得他講過的 磁力線的方向 外面從N到S 裡面從S到N OK嗎 這就是 我們的 這個小題 告訴你 切線方向是磁場方向 你一做切線就知道 答案就是B啦 答案就是B啦 只有B是平的嘛 也沒有人B的是平的 那方向的話是對的 N到S我畫是對的 OK 喔這一題 光看圖 現在我把裡面的磁 光看圖 可以告訴你什麼事情 中間的磁 是相似還是相似 相似 分開來 考這個網站 或考這個那邊 磁力線連在一起的表示 相似 分開來表示 相似 然後他會問說 假如我 A是S級 他B是哪一級 右手邊的磁鐵 左邊是N級 那右邊是什麼級 S級 所以就知道S級 這樣就可以了 這都是非常簡單的問題 可是他扯到的觀念 是後面的考試 經常會拿出來用的 所以你要能夠理解 可以嗎 可以